加進來的話我看一下裡面呢 修改的哪些部分呢 第一個的話我把這個TestBox名稱改一個名稱 叫做TSTName 那底下再拖拉一個TestBox名稱叫做TSTPath 然後再增加一個Button Button名稱我用預設的Button1 那在底下呢增加一個Label 這個Label就是要顯示如果 登錄帳號錯誤的時候 我顯示一些錯誤訊息在這裡 或者甚至 這邊我們前面有講過這個登錄的 這邊有驗證 這邊有驗證前面我們有用過那你也可以用這個驗證 驗證的控制項來做驗證 那或者是說我們自行增加一個Label Label裡面的話呢當然第一個文字把它放大好了 那FourColor把它改成紅色的 大概主要是畫面上做這些的這個設置 那再來當我點選了這個Button之後呢我要怎麼樣去做判斷 也就當我今天呢 這個這個 帳號密碼先比對一下 如果呢正確的話 比如說我帳號是Root 密碼是1234 按登錄之後的話 那正確他就幫我跳到我的內部的網頁 就用Redirect 可以幫我把它轉向 轉到哪裡呢 轉到內部有一個 這個網頁裡面 可以幫我轉到我應該要轉的位置 這邊的話 那比對的方式的話 上禮拜稍微講一下 就是這兩個條件必須要成立 就是 他的TST name 為Root 然後 TST path為1234 那再來的話這邊我用的一個叫Section 這個Section物件 不論是在ASP或PHP裡面都有 這個Section的物件 主要的作用就是說如果我今天呢 我的 變數 有一個變數是跨網頁的 比如說我今天從 這一頁 要到下一頁 也要能夠儲存起來的話 那 你要存在哪裡 比如說你 換到下一頁之後 那這個變數就不見了 所以一般 早期我們是把它放在Section裡面 Section裡面 Section裡面的話後面記得是中刮鬍 特別注意喔如果是在 ASP裡面是小刮鬍 到C-Shark裡面呢 變成中刮鬍 這一點 是 最大的不一樣 那裡面的話一樣給他一個Section名稱 他就自動幫我放在這一個Server裡面 Server端裡面有一個物件 叫做Section 這個Section這個用途其實非常廣泛喔 相關的部分呢各位也可以 參考一下這個Server物件裡面的相關說明 Section Section裡面 再加一個Path 然後呢 然後呢 分別把這兩個 使用者填寫的 這個資料把它存起來 把它存起來 那存起來之後的話 下一次可以再做一個驗證 那再來就是 再用 Response.redirect 那這裡的話有一個 Response 的一個物件 那這個 就 有一個 有一個